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相比起相声的铺平电纹 启程转合 小品的节奏会更加的明快 而且能够展现更加多元的题材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为您推荐几段非常经典的喜剧小品 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开心麻花的 玛丽 魏祥和艾伦合作的 嘿 留下来 四月的春风 送走了寒冬 五月的柳婿迎来了房子 房子啊房子 把我喜悦的心情化作一首歌 献给你 我的老夫妻 我最深爱的人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 我没有做够 好 小马呀 你们这个爱经理挺不简单的 一口气唱了两个多小时啊 为您献唱 他是不会觉得累的 但我是稍微有点坐不住了呀 怎么的呢 是他唱得不好听吗 那倒不是 可是再好听也不至于一首歌唱两个多小时吧 我要告辞了 不行不行 您不能走啊 董事长马上就回来 那个 倒酒 倒酒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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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唱了就那么难听吗 怎么办呢 董事长说了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 都得让这个王子殿下在咱们酒店住一宿 这样的话咱们酒店就能从四星变成五星 别着急 别着急 马总 有我的啊 瞧我的 怎么的呢 王子殿下 再听我唱一会儿呗 那我说什么都要走了 这样这样这样 咱们先喝街风酒 对对对 来来 街风酒 先干为敬 哎呀 小马 不是我为难你 是不是 你说我坐了半天了 你们董事长也不来 哪有喝街风酒的道理吗 我没有时间了 我要先走了 这样 王子殿下 其实我给您准备了一个压轴的节目 你说什么都要看完 我跟你说啊 王子殿下 马总就是靠这个节目当上总经理的 小马 我只有一个要求 扬起一点 不许循环 开始 这我就来不了 生活像一段吧 还有那解不开的小个大呀 生活是一杯酒 停停停停 停停一停 我想通了 我们还是喝酒吧 来来来 小马 感谢你的盛情款待 让我度过了一个惊悚的夜晚 来 喝一口 小马 我得先回招待所了 要不然十点半就没有热水了 好不好 您的身份怎么能住招待所呢 是啊 再说了 招待所里面有的我们酒店全具备 哦 哦 有WiFi吗 当然有 我跟你说这个WiFi已经覆盖了我们全酒店 你看见没有 我跟这坐着的全都是来这蹭WiFi的 看见没有 那我跟得走了 我最讨厌WiFi 辐射太大 哎 不行 不行 董事长马上就回来了 哎呀 小马呀 我发觉你们就是不太善解仁义啊 是不是 你看我都在这坐了两个多钟头了 这头猪就一直盯着我看 为什么不开饭 对不起 王子殿下 您饿坏了吧 我饿不饿不重要 主要是 这个猪再放下去就凉了嘛 是不是 你给我打包 哎呀 算了 我自己打包 我说什么都要走了 哎呀 不行 我得走了 我要打包 王子殿下 你在干什么 其实 从第一次看到你 我就深深地喜欢上了你 你的眼睛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 我好想站在你的鼻尖上 扎个猛子 哦 不 我忘了我不会水 别 别救我 让我淹死在你清澈的眼神里 哦 不 救我 救我 别让我的尸体 浑浊了你的眼睛 小猫 这是我迄今为止听过的 最感人的鬼故事 你让我先消化一会 怎么办呀 马总 看来王子殿下喜欢这口啊 啊 继续 还愣着干嘛 我从小到大 我就会这么一个鬼故事 我说什么呀 为了保住咱俩的饭碗 继续编 小猫 你 你再给我们换一个病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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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壶茶 就像 像 玫瑰花 杆上的小刺 我好想把他们捧在手里 救他 抛他 挫他 挫巴他 哦不 炸我吧 炸我吧 炸死我吧 小猫 啊 你念诗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我已故的前妻 忘掉他吧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婚礼 随便给他一个 小猫 一个 浪漫的 漫天飘着雪花的地方 咱俩 站在雪花中间 让漫天飞舞的大雪花 尽情地拍打在咱俩的肩膀上 你大眼毛的上 啪的全是大雪花片 鼻孔里擦的全是大冰擦的 手里捧着鲜花 深情地向我求婚 我答应你 我 太刺激了 小猫 下给我吧 王子 你听我跟你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王子 我 我 我怎么办 你去吧 你 走 我的 净准 走 王子 叫后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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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尺头 叫尺头 我没了 王子你干嘛的啊 王子 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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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殿下呢 董事长你可回来了 董事长 对不起啊 我们不光没留住王子殿下 还把马嘴儿给搭进去了 太好了 你不知道我 我刚刚得到消息 现在是反对扑张浪费 咱们酒店绝对不能升级 不是可是马 马马马马总的 随他去吧 从今晚后 你就是董经理 下班 小马 小马 小马你再坚持一会儿 坚持我马下降 王子 我真的不能再跳了 怎么了 我再跳就得死了 没关系 让我俩死在一起吧 小马 公交鞋作曲啊也是一段非常经典的喜剧作品 集合了冯拱王宝强等知名的喜剧明星 题材呢也是和我们的生活呀息息相关 每天我们都在搭乘公交的过程当中 其实常常都会发生有意思的故事 这段节目啊就是从生活当中取素材创作而成的特别接地气 蔡明老师啊近些年在春晚上的表演现在是越来越精彩了 大家开始期待他登场的那一刻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搞笑作品 蔡明老师也可以说是百变蔡明老师了 蔡明老师现在的风格特别的陶巧 她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大妈形象 这种人物的性格对于合作者潘长江老师来说最为合适了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今天电脑前到现场没到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How are you? Thank you! 过来过来过来 什么意思 小潘 就刚才那你那套词谁听得懂啊 都听得懂就您不懂 就我不懂 你懂吗 什么呀 就刚才他这个 你懂吗 您要不翻译我还能明白 你这一说我都糊涂了 我把他说糊涂了吧 不是谁把谁说糊涂 我这学他呢 一看您就不懂 我这是英语加泰语再加火星语外加韩国话 不学那个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北京电视台 你得珍惜这上电视的机会 哎 小潘 小潘 哎 这个话说的可绝对是为你好 哎 这可不是为他好吗 你想他这这这这 什么办法呢 哎人怎么办 这西装穿的一点不正式啊 这个 这西装不是挺好的吗 什么挺好 汉衫干嘛不噎度裤腰里头 哦他穿的可能忙到了一点 哈哈 再者说了你 穿西装 哪能穿着帆布鞋 哎 小潘 嗯 这可都是为你好 哥 嗯 这怎么是为我好呢 你这你这 咱这是时尚啊 是啊 别人看我太荒谬 我看自己太绝伦 不像您 春天这一身 夏天这一身 秋天这一身 到了冬天 您还穿这身 我们怎么换换衣服啊 换衣服啊 啊 我倒想换呢 我换得过来不我 怎么了 这这这 我刚把这厚衣服脱了 嗯 那天又冷了 我赶紧穿上吧 是啊 我还没穿完呢 这天又热了 我这换衣着换的再勤 跟不上的 这天变得更勤呢 这玩意 哎呦 但是四季都在更换 您这身衣服就是不换 对啊 往年是四季如春 嗯 今年是春如四季 哎呀 您这 我说师傅 您大小也是个腕儿了 您那不同场合 您得换一下不同的包装 这都是为您好 这是什么 为我 我问你 我穿什么衣裳 跟演的好节目 演不好节目 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相声不仅仅是听觉艺术 更是视觉艺术 只要你穿的好看 观众朋友们 他就爱看 这话说的没错 师傅 这话说的没错 这是为您好 怎么就为我好 我还跟你说 像我们这样的演员 嗯 不管穿什么衣服 主要看你这个节目好不好 像我们要有这种机会 上北京电视台来录一个节目 怎么样 我们得在底下千锤百炼 反复打磨 我们才敢往上拿呢 哦 你那他行吗呢 跟着您不就上了吗 嗯 这叫借外摘瓜 你这叫偷鸡捣把 这叫机会主义 坐享其成 您听我说啊 咱俩俩往这一站 那叫老少配 没准啊 能开启您事业的第二春呢 对师傅 您心里能闹第二春 我闹第二春干嘛 不是 我这都是为您好 什么就为我好 你到底哪头呢 我哪头都不是 您看得了没有 这一老一少 就算叫上劲了 啊 这就是我们两代人的代沟 是 您竟往沟里带我 谁往沟里带着 这不是给您带台上来了吗 这可是为您好 带台上我得跟您叨了叨了 你说 您把我们年轻人带到台上来 嗯 说明您一德高尚 这证明您得意双心 这话您别不爱听 那这话我爱听 您的相声 陪伴了一代人 也影响了一代人 我呢 是看着您长大的 那啊 不是那个 我是看着您相声长大的 我跟您这么说吧 时代在进步 社会在发展 作为一名老同志 要勇于接受时代的残酷 作为一名相声界的老黄牛 您要接受现实的淘汰 对 师傅 这绝对是为您好 这还为我好呢 嗯 你听不出来吗 什么 他这意思是轰我走 让我走呢这是 那不为您好吗 哎 您老先生老说既往开来 您不走 我们怎么来啊 对啊 我没到走的时候呢 哎呦 我需要敢于让闲 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您要想当大艺术家 您必须得走 对 我就不走 哎呦 您不走我们怎么能有机会呢 对 您不走我们怎么能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呢 您不走我们年轻人怎么能发挥力量呢 咽而总之总而言之一句话 祝您一路走好 这绝对是为您好 这还为我好呢 你没听到一路走好了呢 我跟你说我一路走好下一个就是你 啊 坏 这是 不是怎么说我还跟你这么说 吃过的路比你走过的盐都多 哎 这 您再说一遍 不是 这话好像没说对 是没说对 不是 您再想想 不是 这话是 是这么说 我打算这么说 您说 我吃过的盐 哎 比你睡过的觉都多 还是没对啊 这真是树老根多人老话多 你看他叨叨叨叨叨叨叨 他也不嫌嘞 我就是不走 嗯 我这都是为你好 师傅 我就这句词 您别抢行不行 你换那句词 我都是为你好 先生 上次 您差点一路走好 嗯 结果没走了那次 啊 我不是也去医院看您去了吗 是 你怎么又提这词啊 都是为您好 你怎么没抢我这句词啊 换点别的 换点别的 我给您买了一大数手捧鲜花 您连看都不看 你有买鲜花的钱 您给我买点实惠的不行吗 送鲜花时髦啊 这可是为您好 你们年轻人讲就实毛 我们老年人讲就实用 什么实用啊 您说什么实用 您 您给我弄点苹果 哎呦 您那病房都快成水果店了 还要苹果呢 苹果 嗯 苹果 我 大哥 您这是平板啊 那多实用啊 哎呦 这可是为您好 这是为我好 这是为他好 嗯 我们年轻人拿平板啊 那是为了玩游戏用 呦 我们老年人也需要休闲 保卫萝卜您会吗 嗯 我会找你妹 我 那不也是我教您的吗 对 您都找了一星期妹了 愣是一关没过 不为过关就为找妹 啊 不是 就为找乐 嘿嘿嘿 这是为您好啊 找乐啊 上个圣诞节我叫您去 您怎么不去啊 你们过那阳节我过不惯 就爱过中国的传统节 哎呦 我们那一群年年轻人乐子大了 连吃带喝就是一宿啊 还真是 你们年轻人喜欢 我们老年人不跟着凑热闹 我们年轻人就喜欢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那也不能跟夜猫子似的一吃吃一宿啊 对啊 我就拿这个梦 为什么你们长辈总希望我们年轻人多吃 哎 我们老年人看着你们年轻人多吃 我们心里的高兴 是啊 您高兴了 我们还受罪了呢 你们受什么罪了 你看看那些 凡是听家长话的 哪一个他不是大胖子 我是啊 师傅 哎 不是不是 孩子您这个听我这么说 全乱了我这儿的 我这什么 我都是为你们好 咱咱咱不说吃的 您说 咱说你们看那些东西 嗯 看什么 看的那都是什么呀 什么呀 那个什么喜阳阳爱上灰太狼 什么孙悟空大战葫芦啊 这都爱的号 我们不看 那您怎么知道的呀 对啊 我没了解你们我才看的 哦 您也看了 哎 哎呦 你看看来看去 你们数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 我数狮子的 哎 十二狮子有狮子吗 有啊 四叔丑牛 银狮 你看银狮吧 什么叫银狮呢 哪来的银狐 银虎 对银虎 对 十二星座里的狮子座 哦 您是银虎座的 谁银虎座的 您是属虎的 对 您怎么知道我属虎啊 上次您过生日 我拜寿的时候 还给您唱了一首歌呢 这可是为您好 你不提这茬我还忘了 那不是什么歌都能改成快节奏 那也不是什么歌都是慢节奏 那慢节奏它显得悠扬 快节奏它显得动感 慢节奏它能抒情 快节奏它特技 我就喜欢那慢的 我就喜欢那快的 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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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插句话行吗 别争了 别争了 您二伯在这唱一唱 大伙见证一下 到底哪个好听行不行 那肯定是我唱的好 您说唱什么吗 我银虎座的 什么 不是我是属老虎的 属老虎的 属老虎的 您唱什么歌 老虎歌啊 什么老虎歌 两只老虎 您唱我听听 我唱的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别说 有点气势还 是 这也要好听我歌 你呢 您听听我唱这个 两只老 两只 两只 老虎 chef ch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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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f. 您那是公的 我师父那是母老虎 啊 áb Smile 不是啊 吃点药 吃点药 我这还这么大 这这什么呀 这就是嗷嗷的 哎 我跟你这么说吧 我们现在年轻人 就喜欢将视觉听觉艺术 结合在一块儿 年轻人 他就喜欢这个 对 这叫长江后浪 推前浪 那也不能 一浪一浪又一浪 江山带友人才出 iPad马上要出武 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这话说的对 没错 这这别别别别说了 别说了 怎么呢 我算听出来了 你们俩人那意思 就是挤着我走 不是 哎 我为什么不走啊 我这里边有原因 您什么原因 我之所以不走 我不就是想 为相声事业 再多做几年贡献吗 我不就想 多报答报答 咱们亲爱的观众吗 我不就想 拉巴拉巴你们年轻人吗 我不就想 再多挣两年前吗 啊 你那都是为自己好 知道吗 别嫌我们老了 当我们记不住词 接不上话的时候 等我们一会儿 就像想当初啊 我们不厌其烦地 教会你唱第一首儿歌的时候 一样 别嫌我们老了 当我反反复复说那些老掉牙的故事 哼唱那些你还提时代的歌曲时 你们有点耐心 让我们再多在这个美好的回忆中 享受一会儿 别嫌我们老了 的确现在我有时候忘了扣扣子 忘了紧鞋带 吃饭也会弄脏衣服 梳头的时候 这牙还跟着抖动 到这时候你们有点耐心 多给我们些关怀和温暖 别嫌我们老了 也确实现在我这双脚啊 是站也站不稳 走也走不动 这时候你们等我们一会儿 我希望你啊 紧紧地拉着我这双老手 就像 想当初我紧紧地握着你那双小手一样 咱们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我才能一路走好 我都把自己老说死了 是吗 您说的太感人了 你要跟我一块走啊 不我再等两点吧 没有没有 哥我是明白了 这人呢都有少年青年壮年老年 是当我们年轻人走得快时 请放慢你的脚步 等等我们的长辈 就像当年他们等我们一样 这话说的太感人了 其实啊 我们这说了半天都是为你好 对 怎么改为我好了呢 你想啊 这相声事业需要传承啊 对啊 你这代人那是最关键了 真的 成上起下 哎呦 我们去 我 您怎么着 愿意像一个老黄牛一样 拉着你往前走 还真是师父好 我愿意像圣马师一样 驮着你往上走 还是好兄弟 我们老一代少一代就看你这一代 我们是新一代旧一代就等你这一代 老话我爱听 到将来 嗯 你成了功了 怎么样 成了名了 哎呦 你那事业 那真是一帆风顺一马平穿太棒了 到那个时候 嗯 你的事业也强了 你的名气也大了 你钱赚的也多了 你是一鸣惊人 一步登天了 我太绝了 此时此刻我最想对你说的一句话 那就是都为我好 一路走好 哇呀 你们都会什么呀 主要就是说相声 哦 说相声 对 那你们跟吹声有什么关系吗 什么叫吹声 相声就吹声 那什么是相声啊 就是 逗乐的 逗乐的 啊 是文乐呀 还是武乐呀 是大乐呀 还是小乐呀 老乐呀 还是少乐呀 你给我来个乐 不是让我瞅瞅呢 不是你出门吃药了吗 不是 不是就是说笑话 说笑话 哎 是文笑话武笑话 大笑话小笑话 老笑话少笑话呢 不是你没完了你 不是您到底怎么不懂的 就是我们说一个笑话 嗯 到这个该乐的地方 您自然而然就乐了 哦 到该乐的地方 自然而然就乐了 我得跟您这么说啊 就我们这说相声的 就平时就是逗人乐呀 就是这一套 就比如说啊 打野笔子 我们这个说相声 它有好处 它有 它有好处呢 啊 就比如说啊 比如说你郁闷 我不郁闷 不是你不开心 我开心 你难受 我不难受 你恶心 我不恶心 我不恶心 你痛苦 我不痛苦 你跟人抬杠 我跟谁抬杠 你跟我抬杠 我跟谁抬杠 你跟我抬杠 我就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到底 比如说啊 你呀从家里出来 嗯 刚吃完饭刚出来 哎呦 我吃什么肉就出来了 不是没吃呢 关你事 你没吃没关系 你呀假装吃了 你还吃的是好的 什么烧羊肉烤羊肉之类 哦我没吃 我假装说我吃了 对 吃的还是那好的 烧羊肉烤羊肉 对对对 我对不起我这肚子 哎 不太大了啊 不是你没没 就是说你看 再比如说啊 嗯 假装你欠人家一万块钱 你疯了 有现钞 我往这儿站还没一分钟呢 我欠人一万块钱 谁债主子 我欠谁的了 我就是你欠我两万块钱啊 不是没有啊 不是您别着急 不是您听我说呀 这个您呀实际上没欠人钱 你假装欠人一万块钱 哦我实际上没钱 我假装欠人一万块钱 哎 我真有病啊我啊 啊 不好说我欠人钱干嘛呀 不是没这么回事 那你说的干嘛呀 没人管您呀 要我也不给呀 你不是不懂啊 我懂你钱没了 好 你谁都懂呢 不是你你你你啊 你先别说话 你先听我说 你这是法院呀 不是我先说呀 哦你是原告 我告谁呀我告 我告谁呀 不是你听我说明白了我 提前都是你的 什么遗家呀 也没一产事啊 嗯 不是您听明白了 就是假装啊 你在家里头没吃饭 你假装说吃了 吃完以后你就出门了 你出门以后 你不是欠人一万块钱呀 嗯 还不起呀 对啊 当初别借呀 那躺啊 全明白这 不是你这不借 这不借 你这黄不上就难受 又不郁闷 你就憋屈 你就来到园子里了 你就看见我了 你就替我黄了 我呀 哈 我说点还管还钱呀我 挺好吗 我这俯这我 好啊 你看见我了 我说了一段相着 给您逗得那么哈哈一乐 您把钱钱这茬就给忘了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对 就说我不欠人家钱 我假装欠人家钱 我这一万块钱我还不上了 对啊 我心里难受我 我郁闷的 我就来嘻哈包 或者听相声来 听相声我就看见你了 听完你说笑 我哈哈这么一乐 把钱钱这茬就给放了 明白了 债主的门口等着呢